Hello大家好,我是十六 欢迎收看南科探真名的第三部剧场版 世纪末的魔术 创世纪的魔术师 在这一天 柯南这个熊孩子正在毛利家的外面淋着大雨 他非常的郁闷 你说这个节目已经做了两期了 为什么每次到放 我这个主角在那里打酱油 其他配角反而成了主角呢 旁边的小蓝并不知道柯南的中二想法 只是拿着毛巾出来准备为他擦擦 就在这个时候 一群B站up主突然从天而降 什么蕾丝瓶子 范氏天堂 梁峰九克 小凯赫罗 全部聚集在这一起 没错 动画区这些UP竟然同时更新 吓得小蓝赶紧跑上二楼 打开B站看视频 他发现他最喜欢的UP主 艾尔十六 居然也更新了 还没等视频看完 就看见半程滚筒洗衣机的怪盗基德 在一群UP主的簇拥下 出现在了柯南面前 基德说这些UP主集体更新 就是为了凑齐电费让他出山 基德的目标是一个俄罗斯的皇家秘宝 火翼之轮 这个彩蛋是沙皇的秘宝 原本是在俄国沙皇复活节时制作的东西 他现在正被一个叫做香板夏美的人拿在手中 但严格来讲 香板夏美并没有合法的所有权 说到底这么一个国宝级别的文化产物 早就不是私人能够占有的东西了 于是基德决定将其偷走 献给警察 这次的剧场版也就正式的开始了 他扮成滚筒洗衣机的样子 就是想请求柯南的帮助 因为他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 让警察调查香板夏美层一回忆之软的城堡 这样才能使警察名正言顺的将其得道 虽然这两人作为侦探和怪盗平时势不两立 但不得不说 在这件事上 柯南却难得的认可怪盗基德的做法 于是柯南带着基德去见小兰 说明了他们的计划 而因为基德扮成了滚筒洗衣机的样子 一下子就得到了小兰的信任 三言两语的说服了小兰 通过小兰的爸爸打通了与警方之间的联系 在当天顺利的出警围住了香板家的城堡 基德为了便于行事 换了身行头便装成白鸟警官 不过等他们来到所在地的时候 却赫然发现曾有彩蛋的城堡起火了 柯南和基德率先冲进了城堡 但令人吃惊的是 着火的城堡里面 竟然还有没来得及逃跑的人 他说他的名字叫做普斯青南 江湖人称石烤兵 柯南和基德听后一惊 早就听说在国际上有一个 专门搜集各种被盗取的宝物 并将其物归原主的特种兵 并且听说他的医术极好 极为擅长演技的外科手术 普斯青南说他就是看不惯那些小偷 为了一己私欲 竟然不惜伤害国家利益 真是不配做这个国家的公民 怪到基德大为赞同 说是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我们这些做贼的 就应该把这些非法占有的东西 全部偷走 上交国家 于是三人形成了统一战线 一致决定灭火偷宝 柯南这边采用秘技 左右横跳制造大风 基德则跑入深处进行作业 普斯青南也没闲着 射出子弹 切断火苗与可燃物之间的联系 三人齐心协力 城堡的火势很快就得到了控制 不光如此 柯南在快闭完火后 还帮普斯青南找到了 散落在地上的弹壳 为了不让普斯青南 因持有枪械被外面的警察盘问 柯南贴心地捡起地上一个个弹壳 塞回了普斯青南的手里 这虽然看起来是个高难度的动作 但毕竟柯南是踢足球的嘛 和踢足球的原理是一样的 你看他这个就是和足球里的 头球技巧一样 只不过这次他用的是眼镜的镜片 将弹壳给顶回了普斯青南的手枪里 城堡灭火成功之后 终于进入了偷窃的阵体 城堡外面 香板下美带着众人进入城堡的地下室 柯南他们接到消息 便带着普斯青南紧随其后 来到地下室 柯南发现众人都瘫倒在地 原来是地下室太暗 众人的视线受到了影响 不过不用担心 普斯青南在眼科方面的造诣出神入化 只见他光是拿着红外线 朝众人的眼睛这么一扫 就看出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短暂的失明而已 而另一边 香板下美骑士早就知道众人的来历 但是他毫不在意 他向众人展示了回忆之暖的内在玄机 他说这颗蛋确实价值连城 但就是因为它的存在 每天重金球弹的人须之落伍 甚至还有不少人起了杀星 这个城堡之所以着火 也是出于这些人的手语 他实在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宁愿每天平常度日 所以现在愿意主动放弃所有权 将其上交给国家 众人纷纷感动 心里不禁为他这种奉献精神点了个赞 不过为了留个念想 警方还是将蛋的第一层外壳剥开 他说这个并不值钱 你拿着吧 我们只需要里面的这个蛋就够了 能够留下纪念固然高兴 但下美却害怕再次引火烧身 所以决定将其封印在曾祖父的棺材里 锁上棺材 让他永远地沉睡 而取出的那个蛋 则由积德接过手放在胯包里 而就此了却一件新事的下美 也是和众人约定 要将这里完全封印 众人纷纷后退 看着他利用一系列机关 将这个地下通道层层关闭 从此宣告了这个外壳将永无重见天日之时 不过这也算是各取所需 终于变成了平常人的乡板下美和小兰原子 成的好朋友 众人坐着轮船准备去大阪旅游 因为警方已经放出消息 回忆之软将在近期在大阪进行展览 这里面稍微有个小插曲 便是摄影师韩川龙 在船上突发即兴右眼大出血 但柯兰他们赶到的时候 他已经晕厥了过去 他的右眼已经坏死到了一种程度 可以看到他在昏泉前痛苦地挣扎 以至于周围的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凌乱 不过不用担心 专门治疗右眼疾病的石口兵在此 普斯青男常年在外流浪 已经非常熟悉这种紧急治疗 利用国外先进的红外线激光手术治疗 没过一会儿 他就将韩川龙给治好了 另一边 记得利用白鸟的身份与警察对接 交出了那个回忆之软 警方得到后立刻给予高度重视 连夜开直升机召集大阪高层进行会议 因为这次的展览事关重要 经过之前媒体的炒作 回忆之软的文化价值 已经弄的是世人皆知 全国上下都渴望在这1999年到2000年 这个跨世纪的瞬间 目睹回忆之软的尊容 本来事情发展到这里 已经是近乎圆满 但却没想到派系伶俐的警方 内部竟然出现了矛盾 因为回忆之软的价值实在是过于巨大 内部因为利益问题 不断争夺回忆之软展开的地点 眼看已经到了回忆之软展出的时间 全国人民满心期待的这个时候 竟然还出现了大阪城 大规模停电等乌龙问题 果然是人心不古啊 就算是警方 也没有办法解决内部出现的矛盾 意识到这一点的基德和柯南再次联手 为了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待 是要让这次展会成功取范 石考兵的普斯新南也来帮忙 他帮助基德做好了更加坚固的滑翔翼 让基德可以在大海上面起飞 而柯南和平次则开着摩托车 并用灯光为基德引路 而基德则拿着被警方争夺 落在地上的回忆之软 从高空中送到了林木家的博物馆 眼看跨世纪的终身 即将响起基德振臂一挥 大阪城所有的电力竟然就这么恢复了 这个到底是魔术还是魔法 根本无从而知 怪盗基德到底用了怎样的招式 能够在一瞬间点亮一个城市的光芒 半空中放着烟花 全国人民的热情都被点燃了 电力的回复和回忆之软的回归 使得展会成功展开 但是与基德之前那震撼的魔术相比 就连回忆之软都显得相形见出 从此日本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传闻 在99年到2000年这跨世纪的时候 怪盗基德带来了属于全日本 甚至全人类的文化宝藏 警方得知这次的工程 竟然是他们一直追捕的怪盗基德后 心里十分不甘 但即使这样 还是给他开了个表彰大会 警方高层纷纷赞扬怪盗基德 面临国家宝藏 不光能克制住私欲 还能为其保驾护航 时乃平成年间的义贼 值得各路罪犯作为榜样学习 于是怪盗基德就得到了 创世纪的魔术师的称号 即使他在警方眼里 依然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但现在他肯定也在 哪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活跃着 那么本期的柯南剧场版 创世纪的魔术师的介绍 就到此结束 如果喜欢的话 就请硬币收藏推荐三连一下 似乎现在长按推荐 就可以完成三连 如果收藏达到5000 我下周就疯狂更新 赶上最近考试理解一下 考完后就可以开始包干了嘛 这期视频我都是领着 考试的压力在干的 我靠书都没有看完 就在做视频 我太牛逼了 不过老实说柯南的盗放 已经快想不出来了 下次试试其他的吧 那我是16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